一伞可疏古金晴,片纸能写天下意 油脂伞素有吉祥圆满之意 从古至今更是文人默克笔下生辉的意境 在台湾就有这样一户人家 他们坚持纯手工脂伞,让淡淡同游相飘古镇 画面中的人叫林荣君 经营着高雄美农镇唯一一家油脂伞家庭作坊 今年61岁的他接触脂伞工作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林荣君介绍,油脂伞制作工序主要包括制作散骨 散面贴纸,组装的制成及上铜油 其中散骨制作不仅容易受伤,还需要手脑并用 想要较好的独自制作一把伞,长需要学十年以上 只要碰到这个散骨伞架,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当一天被吃了好几次,我们都会准备一个夹子 你随时被那个散骨的竹丝刺到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马上拔起来 老线其实它是有心道、手道、眼道 这些你都要同时在那个地方 而且你熟能生巧 据悉,美农油脂伞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 当时广东制伞师傅来台受益 林荣君的父亲是当地第一批学徒 全盛时期,美农有余20家油脂伞工厂 年产量约2万把 但上世纪60年代,布置伞等进入台湾 油脂伞一度没落 林荣君父母的坚持,让广京盛油脂伞成为美农仅存的油脂伞家庭作坊 因为从小看父母致伞,林荣君深知其中辛苦 起初并不愿意传承这门手艺 在外工作20余年,年近不惑的他意识到 若不传承,这项传统文化恐将在台凋零 于是他毅然放弃高薪工作,回家致伞 三兄弟,我最小 所以两位哥哥他们不做传承 那么后来外面的工作,10点结束之后 我回来传承这个工作 所以对我跟我太太来讲 似乎又觉得这是一种天命 所以天命不可为呀 做第一把伞,你知道我跟我太太有多战战兢兢吗 完全用诡异的方式去把这把伞做出来 在客家人站总人口约九成的美农 油脂伞是重要的文化载体 在客家文化中有油脂之意 过去客家女子出嫁时,父母会送油脂伞做嫁妆 希望女儿为夫家传宗接待 林荣军说,送伞给朋友被赋予广结善缘之意 台湾知名作家三毛,林清玄等曾来买伞 而她的父母及她与太太也都因伞结缘 我妈妈是三股是乎 我父亲是她全部的资产她都会 是这样子认识结婚,恋爱结婚 我跟我太太也是啊 她早期念的大学 他们老师会每一年带学生到全省 有手工艺代表性的一些工作室去参观 南部最后一间在这里 所以就这样子结缘认识 这样子结婚的 与妻子共同致伞约二十载 林荣军感慨 现在的油脂伞已经从遮阳党宇的日常用具 变为精致的艺术品 她与妻子也不断探索 创作出简纸、蓝染等系列 在她的影响下 33岁的儿子也已学习致伞八年 目前工作室设有DIY区共游客体验 包括大陆游客在内 不少人慕名而来 林荣军说 制伞工艺传承需要社会各界乃至官方支持 希望更多人接触这项传统工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